中央电视台各位观众 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 2021年亚洲举重锦苗赛 现在进行的是 男子81公斤级A组的决赛 正在场上进行试举的是 哈萨克斯坦运动员乌瓦洛夫 完成了他的第三把试举 乌瓦洛夫这名运动员呢 在此前进行资料准备的时候 在国际举联的官方网站上 没有找到这名运动员任何的信息 这是他第一次出现在 国际举联认证的赛事当中 前两把140公斤没起来 第三把顶住压力 完成了140公斤这个重量 在这个级别当中 我们的两位名将 奥运冠军吕小军和 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 中国男子举重队表现相当出色的小将李大银 将会再次展开同场竞争 这场比赛也受到很多观众的期待 因为在2019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 吕小军在带伤作战的情况之下 跟李大银竞逐到了最后一把 那场比赛打得相当的精彩激烈 接下来上场的是日本的运动员 立景吴广 立景在2019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 拿到了这个级别的第八名 支撑的时候 整个架子是有点松的 没有撑住 还把143公斤没有成功 他过往个人抓取的最好成绩是145公斤 杠雷的高度带的还可以 但是最后支撑的时候没有能够撑住 在这组当中有两位 乌斯别克斯坦的运动员 现在出场的是奥利莫夫 出生于2003年的小将 两位乌斯别克斯坦的运动员 都是00后的小将 其中现在场上的奥利莫夫 是这组当中年龄最小的 不错 143成功了 前两把都完成了试举 从成绩来看 奥利莫夫 他已经把自己的成绩提升了不少 在之前他主要是打73公斤级的比赛 也就是石志勇所在的那个级别 抓取的个人最好成绩126公斤 身体重之后成绩也长了不少 历经五广 看一下他的第二次试举 哎呀还是类似的问题啊 延续两把 143都没有能够成功 从门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 整个试举的过程 整个支撑的时候啊 腰有点松 整个架子都有点松 所以就导致支撑的时候呢 整个支撑力不够 在这次的亚洲举重锦标赛 日本队整体表现的都很不理想 成功率很低 这是他们在这次比赛回去之后 要统一去调整和解决的问题 不单单是出现在一两名运动员身上 从之前几天的转播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经验丰富的老将名将 还是一些新人 表现的都不理想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 阿曼运动员汉甲里 汉甲里也是这位 在这一组当中出生于千禧年之后的运动员 阿曼运动员 嗯不错 看甲里呢 之前征战的也是77公斤级的比赛 这是他首次来打男子81公斤级 从今天比赛的情况来看 也是将自己过往的抓举最好成绩提升了很多 之前个人抓举最好成绩只有115公斤 而且汉甲里呢 已经很久没有参加国际举联认证的赛事了 上一次参赛记录还要追溯到17年 看看丽景能否顶住压力 前两把试剧全部失败的情况之下 看一下第三把 哎呀 为什么就撑不住呢 加到了144 为了给他赢得更多休整的时间 当时这把还是没起来 这样的话抓举就砸锅了 杠铃带的位置其实不错啊 就是撑不住 在日本举重队当中啊 翻看这些运动员的过往资料 他们的竞技状态的高峰 很多人都是在19年 东京奥运会测试赛上 状态达到了高峰 这就说明了在之前的训练当中啊 他们的节奏很好 为了在奥运会上啊 能够达到好的水平 整个训练的节奏是不错的 但是由于奥运会延期 对于他们影响非常大 感觉有点调整不回来了 这组当中最年轻的奥利莫夫 不错 这个重量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啊 看来目前在训练当中 已经把这个重量 把握得非常好了 146公斤 这样的话 他把自己个人的抓举最好成绩 一下提升了20公斤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 之前他参加的是 男子73公斤级的比赛 也就是说 他整个体重呢 是增加了不少 奥利莫夫呢 从19年到20年再到21年 19年他当时打67公斤级的比赛 20年呢参加73 到了21年又打81 年轻的小将 这可塑性是非常强的 体重升的同时呢 成绩也在快速的提升 嗯 赶零带的高度不够 阿曼的汉加利 147没起来 像汉加利 这位运动员 他就没有机会去出战奥运会了 虽然说他参加了这次亚紧赛 但是由于之前 整个东京奥运周期啊 资格赛都没打 所以这个奥运积分 肯定是不够的 来看一下在这一组当中 我们的主要对手之一 乌兹别克斯坦的另外一位小将 托什特米洛夫 开把重量就要到了155公斤 给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这个级别的世界水平啊 根据2019年世界举重锦标赛 要抓举达到160公斤 停举达到200公斤 总成绩在360公斤以上 才有可能登上市锦赛的领奖台 所以今天托什特米洛夫 这开把155啊 他的抓举水平已经是世界领先了 不错 接下来就下一把可能就会加到160或者160以上 这个重量完成起来还是非常轻松的 过去他个人抓举最好成绩161公斤 这位运动员整个的肌肉线条呢 也相当的不错 索库曼斯坦的雷耶波夫 同样是这个级别我们的主要对手 在1819两届世锦赛 连续两届世锦赛 他都拿到了第四名 看一下今天的开把 同样是155公斤开 一上来之后啊 整个状态没有调整出来 这个重量肯定是在他能力发挥之内的 因为他在18年世锦赛的时候 抓举就能够达到166公斤的成绩 连续两届世锦赛都拿到第四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他还能够维持这个水平的话 那他将很有机会 很大概率能够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 因为过去两届世锦赛呢 我们在这个级别都是派出了两位运动员 两位中国的运动员参赛 但是在奥运会的时候呢 每个级别只能派一名运动员参赛 所以相当于雷耶波夫的排名 可以往上再提一位 来看一下伊朗的运动员索尔塔尼 斯尔塔尼是一位出生于1999年的伊朗运 斯尔塔尼开把156 他过去个人的最好成绩 是157 看来这段时间的训练也是卓有成效 雷耶波夫呢是加重了一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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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把没有成功啊 看看加到156 怎么样 过去个人最好成绩166 好的 但是啊 发力很充分 杠领完全带到位了 所以运动员呢 就算是像雷耶波夫这种高水平的运动员 长时间不参加大赛 一上来之后也需要一个状态的适应调整 目前这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啊 是由埃及的名将伊哈布保持的173公斤 这是他在18年的世界举重解秒赛上创造 但是伊哈布呢在18年世锦赛之后 整个19年包括20年都受到了严重的脊柱的伤势影响 这个大伤呢也让他的状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虽然说在复出之后积极在参加奥运资格赛 现在积分也有机会去打奥运会 但是从他复出之后的成绩来看 抓举现在只有160公斤的水平了 那么除了伊哈布之外 在这个级别上 目前亚洲的运动员还是能够有集团优势 托时特米托夫 托时特米洛夫 看一下他的第二次试举 开板非常的轻松 欸呦 談话 里面 效果 不会 세요 由于 摩机 106没有起来 虽然说我们说这个级别抓举的 要想站上领奖台 及格线是160公斤 但是我们两位中国运动员 李大英和吕小军 过往的最好成绩都是在170公斤以上 所以我们在抓举上 水平还是非常高的 这次比赛呢 就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来进行 托斯特米洛夫 主场作战 最后一把似乎没有要再往上加重量的意思了 看来还是要连续试取160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 拍下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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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的举重比赛随着级别的增大 杠铃的重量就越来越大 虽然说运动员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他们的力量也越来越强 但是留给他们调整的空间是相对较小的 所以更要求杠铃的位置要带到位 不错啊 能力还是很强的 160公斤 这是托什特米洛夫 抓举的最终成绩 比特根最好成绩 差了一公斤 伊朗的索尔塔尼 索尔塔尼今天一上来啊 第一把就已经渐进自己最好水平了 第二把161 所以这把起来的话就把自己个人最好成绩提升4公斤 哎呀没了 两边发力不够均衡啊 导致杠铃起来之后就偏了 索尔塔尼呢 从18年世锦赛总成绩320公斤 到20年 他最近参加的一场比赛是伊朗大奖赛 最终成绩达到347 也就是说两年时间之内 他的总成绩提升了27公斤 这名运动员进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雷杰波夫 最后一把161公斤 今天抓举 由于开把失误 所以雷杰波夫呢 也没有太去拼这个抓举的成绩 还是要保成功率 他对于自己今天状态应该有一个感知 没有了 你看 这种高水平运动员啊 在比赛当中对于自己状态的感知会更加的准确 或者更加的敏锐 161kg的重量 Hussain Sultan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3rd and 10 长时间没比赛 确实对于这些亚洲的举重好手有很大的影响 那所以呢 我们国家在疫情防控过程当中啊 还能够举办像全国举重锦标赛这样的大型赛事 这种优势 在方方面面都能够体现得出来 包括运动员状态的保持 对大赛临场 所谓台感的感知 哎呦 危险 危险 哎呦 这一下看看 肘关节是不是扭到了呀 这就是年轻运动员啊 需要 学习的地方 哎呦 哇 坏了 如果是国际大赛的话啊 像这样 这样的慢镜头就不应该再回放了 他让人看着触目惊心啊 整个左手的肘关节 基本上是扭成了90度啊 好 吕小军上场了 很多关注吕小军的观众朋友们 对于他今天晚上的表现相当的期待 吕小军呢 看他的比赛啊 真的是看一场少一场了 在今年的七月份 吕小军将要年满37岁 吕小军过往的抓举最好成绩 172公斤 在18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创造的 来看一下吕小军今天的开把 一上来之后还需要找一找感觉啊 165 差了一点点 余杰指导也在跟他讲 感觉他整个人的状态呢 不够兴奋 在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 吕小军拿到了77公斤级的金牌 16年旅游奥运会呢 拿到了77公斤级的银牌 东京奥运会的延期 对于已经36周岁的吕小军来说 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为已经征战过两届奥运会的运动员 身上的老伤是很多的 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大银 李大银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因为在去年的全国举重锦标赛之前 李大银是受了腰伤 而且动了手术 看看他的恢复情况怎么样 从今天要的重量来看呢 自己的最好水平应该是没有太大的下降 看看在正式比赛当中能不能再恢复 能不能表现出来 167公斤的开靶 李大银过往的抓取最好成绩 171公斤 他曾经在东京奥运周期三场大赛当中 都抓取 举出了这个成绩 一九九八年来自重庆的运动员 好的 漂亮 这一局啊 算是李大银宣告自己强势归来了 因为在之前做了这个腰部的手术之后啊 很多人对李大银的状态是比较担心的 担心他经过了这个相对比较大的手术 没有办法恢复到之前的最佳水平 但是这一局啊 让很多关注李大银的观众 心完全放到了肚子里 非常稳定的表现 来看吕小军 于婕知道呢也在跟吕小军沟通之后选择了加重 没有再去试取165 李小军在整个 直接加到了170公斤啊 第一把165没成 第二把直接加到170 这个级别抓取的世界纪录是伊哈布保持的173 好的 这就是老将啊 真的稳啊 稳如泰山 这就是吕小军 170公斤 成功了 这样的话看看第三把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我们有机会见证吕小军和李大银 携手打破世界纪录 悬念就是最终这个抓取的新世界纪录到底会归属谁手 来看李大银 172公斤 这把如果起来的话呢 就抄个人抓取最好成绩 1公斤 我们一起期待 好的 漂亮 非常的出色 在经历了腰部手术之后啊 经过了东迅的调整 李大银 超越了自己的抓取最好成绩 没有比在大赛当中这样的表现 更能提升运动员自信心的了 即使对于他过去这段时间整个训练成果的展示 检验又是对自己一个巨大的肯定 不容易啊 在去年全国锦标赛的时候呢 也跟很多国家举重队的朋友们进行了交流 包括一些教练员都很担心李大银 做了腰部手术之后啊 很担心他之后会恢复到什么样的状态下 但是李大银已经让我们的担忧 全部烟消云散 现在看看李小军174 这个重量起来的话 就将打破伊哈布保持的抓取世界纪录 有了 漂亮 很轻松啊 非常的轻松 174公斤 李小军 打破了伊哈布保持的世界纪录 同时呢 他这把也暂时 把男子81公斤 金级这个级别的三项世界纪录 全部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有点像世界拳王统一战的这种感觉啊 但是李大银还有最后一次试举 最后一把试举 李大银肯定要加重量 肯定要加到最少175 李大银一百七十五公斤 看能否刷新 李小军刚刚创造的抓取世界纪录 两名运动员相差了十四岁 小军 李小军 李小军 让我烟 李小军 排完 拿出来 飞 飞 快 快 这把盖领的位置一开始不是特别好 但是还是很好的调整回来了 这个时候一定不能受伤 还是要注意保护自己 量力而行 因为距离奥运会越来越近了 最终抓局比赛以李大银 刷新了李小军刚刚创造的174公斤的世界纪录 举起了175公斤的重量 拿到了抓局的金牌 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非常的出色 再次向李大银表示祝贺 他的力量能力 这种调整的能力 在刚刚这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李小军在抓局比赛当中表现的同样相当精彩 再次向两位出色的中国运动员表示祝贺 这场比赛没有让深夜等候他们的观众失望 抓局比赛比得相当的精彩 这也让我们对接下来的停局比赛更加的期待 在19年的世界纪录 最终抓局比赛 最终抓局比赛 连续刷新世界纪录的精彩表现 李大银 以175公斤拿到金牌 李小军174公斤 排在第二名 我们刷水休息 来看停局的比赛 停局比赛呢 首先登场的是这组当中 年纪最小的乌兹别克斯坦运动员 奥利莫夫 非常轻松地完成了开把 奥利莫夫 过往停举个人最好成绩126公斤 他从2019年到这次比赛 整个人呢 是增重了有15公斤的体重 就是30斤 成绩提升的也非常快 停举的开把 就已经把个人停举 最好成绩一下提升了5公斤啊 但虽然在这个级别当中呢 我们的竞争对手们进步非常快 但是要想达到 吕小军和李大银的水平啊 还有很大的距离 这次的亚洲举重锦标赛呢 对于中国举重队来说 出发之前就已经明确说了 这次将会作为 东京奥运会 到底选派哪些运动员去参赛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重要的依据 各位东京奥运会呢 每个级别 我们最多只能选派一名运动员参赛 不存在过往 某个级别可以派两名运动员 来打这个双保险的战术 之后呢 只能是每个级别只有一名运动员参赛 所以这场比赛 相信吕小军和李大银 都非常想赢 这个级别呢 也算是中国男队 幸福的烦恼吧 正是这种良性的竞争 让两位运动员在东郊运周期呢 不断地攀登新的高峰 让我们看到他们一次又一次 精彩的较量 哈萨克斯坦的乌瓦洛夫 乌瓦洛夫呢 这是他首次征战 国际举联认证的赛事 之前从来没有出现在 国际举联认证赛事的比赛当中 好的 开摆要了175 目前这个级别的停举世界纪录 有吕小军保持的207公斤 19年的世锦赛上创造 当时还是带着腰伤啊创造 总成绩的世界纪录呢 也是由吕小军保持了378公斤 在这个级别当中 要想在奥运会登上领奖台的话 停举要达到200公斤以上 才有可能 停举200公斤算是一个合格线 提灵这一下自己感觉直接要放弃了 这个重量好像很难举起来 一下加了9公斤啊 举重运动呢 之所以在现代奥运林匹克当中 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啊 是有它的原因的 它在比赛当中 对运动员的这种考验是全面性的 是科学的 运动员在整个身体力量环节上 不能有任何的短板 抓举和停举呢 相当于是对整个身体力量 一个无死角的考察 还是175公斤这个重量 奥利莫夫 首次征战男子81公斤级的比赛 成绩提升的已经是挺多了 抓举一下提升了20公斤的成绩啊 停举提升了5公斤 看看能否继续提升 没有了 这个重量看来已经 有点超越极限了 也有可能是之前抓举比赛呢 对于他的体能消耗比较大 因为在举重比赛当中 我们经常会看到运动员 在抓举当中啊 比得特别好 但是在停举当中 却比得很不理想 甚至要砸锅 所以对于年轻的奥利莫夫来说 今天是不是在抓举当中 消耗的太大了 抓举把自己个人最好成绩 提升了20公斤 这可能都是超水平发挥了 日本运动员立井吴广 抓举比赛三把都没有成功 抓举砸锅了 日本队这届比赛 整体低迷的状态还在延续 对于年轻的状态还在延续 对于年轻的状态还在延续 终于成功了 立井啊 由于在抓举当中比赛结束的很早 所以他的体能是没有任何问题 过往个人挺举最好成绩187公斤 19年东京测试赛上创造的 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弥补一下抓举三把失利的遗憾 在停举比赛当中 我们肯定不会看到一两运动员索尔塔尼的身影了 因为在抓举比赛当中呢 索尔塔尼最后一次试举的时候 掰到了自己的左肘 左肘当时基本上要呈一个90度弯曲 非常的 看着很心疼啊 触目惊心 也祝福他能够早日康复吧 所以停举比赛呢 是有八位运动员来竞逐最终的金银铜牌 没有 上松的高度是不够的 阿曼的运动员汉甲里 像汉甲里这样的运动员啊 是国际纪连会重点去关注的运动员 他上次参赛是17年 17年之后首次参加国际举联认证的赛事 所以在赛后不出意外的话 他肯定是要参加这个尿检 哈萨克斯党运动员乌瓦洛夫 首次出战大赛 也是很明显啊 上松的高度远远不够 刚才这把杠铃都没有举过头顶 自己也摇摇头 似乎对于这个重量感觉很沉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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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曼的汉加利 该把180公斤没有起来 看一下第二次试举 还是这个重量 汉加利之前抓举当中 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就是他两侧发力 似乎不是特别的匀称 杠领有一个明显的重心不稳 左右摇晃 这都会导致成功率低 当然有时候出现这种情况 也是因为运动员有伤 像之前日本运动员 也是由于左手手腕的伤势 就很难完成自己的试举 明显往一侧来拼 哈萨克斯坦的乌瓦洛夫 哦 翻战相当的艰难 好的 这把完成得很漂亮 节奏也很好 180公斤 这是他的停举成绩 是 阿尔克斯坦的 阿尔克斯坦的 第三次 是 汉嘉丽 嗯 沒有啦 這樣的話汉嘉丽 只剩下最後一把試舉 180公斤的沒有舉起來 這樣的話很遺憾 停舉就砸鍋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傷病的影響 他整個停舉過程當中的技術動作存在很大的問題 柏子彭克斯坦運動員 托什特米洛夫 主場作戰啊 看看他今天停舉的表現怎麼樣 抓舉開把開得很好 但是之後的表現一般 好的 過往個人停舉最好成績189公斤 19年試錦賽拿到第10名 今天開把要了185 那麼第二把肯定就要去突破個人的停舉最好成績 雷杰波夫啊 作為這個級別我們的主要對手也是很有機會站上奧運領獎台的運動員 抓舉今天沒比好 跟自己的個人最好成績差的挺多的 看看他停舉怎麼樣 好的 非常輕鬆 雷杰波夫啊 今天比賽個人目標肯定是要停舉要上200公斤啊 過往個人最好成績199 19年試錦賽 創造的199公斤的成績 106公斤 另外一公斤我們要叫做 第2次試錦 drifting 第2次 一起五拐 抓举没有使完的力气 要在停举当中完全释放出来 186成功了 广哥人最好成绩停举187 第三把肯定要突破这个成绩了 在国际举联旗下所有国际举联认证的赛事 包括举重世界杯 周级锦标赛还有世界锦标赛 都是抓举总三块金牌 三块奖牌运动员去争夺 而到了奥运会的赛场比的就是最后的总成绩 包括亚运会的比赛也是比最后总成绩 所以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对于自己状态的分配 体能的分配也是很关键的一个课题 在今年的东运当中呢 中国举重队就要求运动员们进行体能的训练 着重加强体能训练 把我们的体能要练时练后 没问题 190公斤 托斯特米洛夫 刷新了个人挺举最好成绩 提升了1公斤 之前最好成绩是189 三岩 凯了 记录berg 中茉洛夫 同区 如果托什特米洛夫不改自己重量的话 他要面临连续试剧 还是改了 改了193 立井吴广那边也要改 到了大赛的比赛当中 这个时候教练员们也要斗智斗勇 为了给自己的运动员赢得更多休息的时间 同时当教练员的判断 比如说对手 因为我们也要对自己的对手进行研究 当觉得我们的对手可能他要的这个重量 他可能起不来的话 也可以逼着他先出 这都是举重比赛当中的一些激战术的打法 一井吴广最后一把要了191 这把起来的话 把个人停举最好成绩提升4公斤的重量 犯的有点艰难 没有了 不过今天虽然说抓局表现不理想 但是停举 还是发挥出了不错的水平 193公斤的重量 乌兹别克斯坦的托什特米洛夫 听现场播报员的声音就知道 这是乌兹别克斯坦运动员要上场了 声音都要比播报其他运动员的时候更大 最后一把向着自己的新高峰迈进 上一把已经提升了个人最好成绩了 翻得很沉 不错 有了 这个重量相信在平常训练当中 也接近自己的极限水平了 成功 193公斤 这样对于01年的这位年轻小将来说 信心提升就非常大 在大赛当中举出自己目前训练最好水平 就有助于他进一步的去提高 随着比赛的推进 距离李小军和李大银出场越来越近了 现在场上应该除了雷杰波夫之外 就只剩下李小军和李大银了 是不是裁判判失败了 雷杰波夫失忆好像想让 现在是只有一盏红灯 两盏白灯 那应该是成功的 那他刚才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 表现的还挺激动 感觉他整个 没有处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之下 就放零了 放零放得非常快 仲裁应该要对刚才这把 要回看一下 可能会改判失败 右手的手肘还是有一个 屈身的动作 举重比赛当中 三位裁判坐在这个场边 举重台的前面 分为左裁判中裁判右裁判 然后仲裁呢 是坐在后面这张长桌子上 就仲裁呢 能够改变三名裁判员的判罚 最终仲裁是判罚 他这一次试举失败 对于雷杰波夫来说 其实完全可以把这把当成功啊 继续按照自己的计划走 由于抓局比赛没比好 感觉今天雷杰波夫呢 整个人的情绪啊 有点不太对 刚才这把呢 就是在整个 没有完全完成的情况之下 他的 这种情绪就已经上来了 教练员还是提起了挑战 在大赛当中啊 我们也经常会遇见这种问题 就是可能接下来 要快要到我们出场了 结果之前 之前的运动员又会出现一些问题 导致比赛呢 中断 这个时候也需要我们去好好调整状态 不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 举重比赛当中啊 运动员的状态是很容易受到 其他因素干扰的 驳回了挑战 驳回了挑战 还是判罚失败 一般在举重比赛当中呢 是 裁判员 比如说判运动员失败 然后呢 仲裁没有干预的情况之下 挑战的情况会多一些 对于我们之前也介绍了 雷杰波夫呢 是很有机会战胜奥运领奖台的高水平运动员 他对于这次比赛也很重视 他对于这次比赛也很重视 那些不负责的教练员呢 好像还在跟仲裁 一些僵持啊 比赛也继续中断 现场的观众也在一边起哄 好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李大银 希望我们两位中文运动员 不要受到雷杰波夫的影响 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走 中国单队的副主教练 邵国强教练 希望李大银呢 不要受到抓局比赛啊 对于他这个腰伤的影响 抓局完了之后呢 最后一把完成之后啊 感觉这个腰不太舒服 希望没有太大的问题 看一下今天的开把198开 这开把的重量已经很高了 翻车没有问题 翻车没有问题 调好零 哎呦 看来这个腰啊 还真是受到了之前 抓紧最后一把的这个影响 李大银呢 也是下蹲挺的运动员 所以在挺举当中啊 腰伤对于他影响也挺大 李大银要争取在这场比赛中有一个成绩 这也是这次参赛的一个重要意义和目的 但是就算这次比赛呢 挺举没有成绩 李大银之前的奥运积分在2019年就已经拿够了 也完全具备参加奥运会的资格 这次比赛我们只是来按照国际举联的最新规则 来激活手中的奥运门票 但是既然来参赛了 运动员们肯定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 而且这次比赛我们也介绍到是 选拔出征冬教育会运动员的一个重要依据 所以运动员们 也要拼啊 少国强教练也在喊要拼起来啊 这个时候考验运动员的意志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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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着啊 别着急啊 一百九十八 希望李大英能够成功 压好 我拿 上去 哎呀 还是腰不舒服呀 腰撑不住 抓举的最后一把呀 拼的确实很凶 希望李大英这个腰伤呢 这次比赛之后能够快速的恢复过来 雷杰伯夫 第二把195没成 第三把加到了198 其实第二把已经很接近成功了 自己也憋着一口气 压到了喉管 压到了自己呼吸的这个通道 雷杰伯夫这场比赛啊 由于长时间没参赛了 这次的比赛确实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好 在1819两届世锦赛他都获得了世锦赛这个级别总成绩第四名 很有机会去冲击领奖牌 对于刘晓军来说 当在李大英因伤 延续两把试举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 李小军在这场比赛当中获胜的几率 更大 看看今天李小军能否有好的发挥啊 向着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去冲击一下 当然我们也要向给李大英加油 向他给他加油打气 拼一把 这也是对年轻运动员抑制品质的考验 因为到了奥运赛场 我们在过去的奥运会当中 无数次看到过 我们的运动员 在极限状态之下 战胜自我 没关系 今天的抓局比赛呢 我们已经看到李大英 手术之后恢复到一个不错的水平了 今天停举啊 确实受到抓紧最后一把 再次引发了这个腰伤的反复 所以在停举当中 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希望他在这次比赛之后呢 继续 把这个赶快把这个伤养好 在接下来比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 那接下来就只剩下 吕小军自己了 完全是他个人表演的时刻了 开把要了199攻击 开把的成功率 抓局当中开把失败 希望刘小军 希望刘小军 停举的开把能够成功 翻得非常轻 好的 漂亮 199 开把199成功 吕小军呢 在20年的全国举重锦标赛上 举了201公斤的成绩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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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小军第二把直接跟教练于杰指导说 加到208吧 第二把就要直接冲世界纪录了 吕小军 吕小军的这个下蹲挺啊 蹲得非常深 李大银呢 是半挺 半挺啊 对于这个腰力啊 要求就更高了 205kilo 现在如果成绩的成绩 如果成绩成绩成绩 他会变成绩 世界纪录的成绩 他会变成绩 世界纪录的成绩 他会变成绩 205kilo 205kilo 吕小军凭借刚才这一局 锁定了停举和总成绩的金牌 吕小军凭借刚才这一局 这把成功之后感觉 余杰教练 比吕小军还要开心啊 还要激动 旁边的是 国家男子举重队的张亮教练 张亮教练和余杰教练都相当的激动 好 第二把直接加到208kilo 这把如果起来的话 将刷新 个人保持的这个级别 停举世界纪录 之前的世界纪录是207kilo 同时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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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小军 中国的208kilo 这是第二个选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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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三十六周岁的吕小军 还在不断向着新的高峰迈进 好 吕小军 我说起来 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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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就很 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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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得没有问题 哎呀 翻得没有问题 好了好了 不要 差了一点啊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不要了 不要了 发生 上岗了 没有 起来以后 还是这个 放着 教练员 余杰教练的意思呢 说最后一把 就不试举了 但是吕小军自己说 先把这个 这个重量先放在这 我自己再调整调整 再感觉一下 因为这个时候啊 教练员是 首先考虑的是要 保证 吕小军的健康 害怕 硬拼的话 会再次出现受伤的情况 因为吕小军身上 老伤也很多 这个时候受伤呢 教练员可能考虑得不偿失 但是吕小军 他自己可能觉得 像这样大赛的机会啊 在奥运会之前 就是最后一次了 所以他还是想全力的去拼 挑战自己 看来最后一把 还是要举啊 还是要举 吕小军的腰伤啊 也是老伤 吕小军在举重运动当中啊 他的影响力 在比赛比赛当中看到 已经不只是 自己的这个名气 或者说他的成绩 带来的影响力 他自己的 以自己名字命名的 运动品牌 我们看到很多 其他国家的运动员 也都在使用 在佩戴 这就是一名举重传奇运动员 在目前世界举重界的 这种影响力的体现 208 消耗非常大 对吕小军来说 这场比赛 虽然挑战208没有成功 但是还是凭借开把的199 拿下了这场比赛 停举和总成绩的冠军 再次恭喜吕小军 208这个重量 对于他来说 连续两把试举 体能消耗确实比较大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虽然说最后停举 不如大家想象中那么的激烈 因为李大银受到了腰伤的困扰 但是抓据比赛 这场比赛 仿佛是2019年世界举重 几秒赛的翻版 让我们看到了两名运动员的 巅峰对决 相信在深夜守候 我们直播的观众 看得还是非常过瘾 李小军最让人敬佩的呢 不是他取得过多少荣誉 或者说为国家 取得过多少奖牌 而是他已经36块37岁了 还在不断的坚持着 自己热爱的事业 还在努力的向新高峰迈进 在一切都未知的明天 还是不断的做好今天的自己 向更好的明天迈进 这是最值得我们敬佩的 再次向李小军表示祝贺 在这场比赛当中取胜之后 李小军又向着自己第三届奥运会征程 迈进了一大步 12年的伦敦奥运会 首得奥运舞台拿下金牌 16年的旅奥运会呢 遗憾摘银 16年 接下来的东京奥运会舞台上 能否看到李小军的身影 而他又能否再次圆梦奥运金牌呢 这都是我们接下来要期待的 总而言之 对于中国举重男队来说 在男子81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在这个级别当中 我们的人才储备相当雄厚 这都会是我们 非常有底蕴的 有实力的优势级别 01年的小将托斯特米洛夫 这场比赛当中表现得也不错 停举呢把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4公斤 完成了193公斤的试举 最终的成绩 托斯特米洛夫呢 这场比赛表现得不错 但是最终还是在这个级别当中 用王者之气的李小军 拿下了抓举银牌 停举的金牌 以及总成绩的金牌 李大银呢受到腰伤的影响 虽然在抓举当中创下世界纪录 但是在停举当中呢 三把试举没有成功 稍显遗憾 好的各位观众 这场比赛的转目工作呢 就到这里再次恭喜李小军和李大银 再会